大批民眾走上街頭抗議 警方出動橡膠子彈驅離 緬甸情勢越來越混亂 現在軍方更大動作召開記者會 指控翁山蘇姬收賄 還說收賄消息 查證屬實 正在審問許多關係人 其中遭到罷處的總統文敏 和多名內閣部長也涉貪 緬甸軍政府指控翁山蘇姬 在擔任國務資政時期 曾經收取將近1700萬新台幣的 匯款和黃金 翁山蘇姬被軍方指控多強罪名 先前也被指控非法持有 無線電對講機 違反國家天然災害管理法等罪名 但仍正被軍方軟禁了他 根本無法為自己辯護 而緬甸情勢越來越混亂 甚至有名二十歲男子 在抗議中遇害 留下妻子和未出事的孩子 家屬聽到噩耗 情緒崩潰 聯合國調查認證 從政變以來 緬甸軍政府已經殺害70多人 死亡 已經犯下可能構成違反人道罪的 殺戮 酷刑和迫害 歐美各國也對緬甸軍政府 發動一系列制裁 不過現在有抗議民眾 懷疑中國大陸政府疑似暗中 幫助緬甸軍方 抗議民眾揚言要炸毀大陸幫忙蓋的 象徵桌免友好的一條 總長770公里的油氣管道 而近來大陸也在緬甸 砸下數十億美金投資 卻因為緬甸軍事政變 意外引爆當地民眾反中情緒 介紹小紅綜合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